据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5月20号发表所谓就职演讲 鼓吹两岸互不隶属 妄称大陆军事行动是和平稳定的最大战略挑战 叫嚣对和平不能有幻想 鼓噪强化国防力量 对此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台独等于战争 分裂没有和平 赖清德520讲话 充斥着对台湾同胞的欺骗 对大陆人民的恶意 对洋人主子的谄媚 和对以武谋独的妄想 是一篇以外谋独 以武谋独的自白书 解放军对此坚决反对 并以行动强力回击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历史经纬清晰 法理事实清楚 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 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 台湾归还中国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明确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久前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 明确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 民进党当局致这一基本事实与不顾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充当外部势力的恶华棋子 构成对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 对地区和平的严重破坏 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现实危险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台独等于战争 分裂 没有和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始终整歌代弹 立兵默默 坚决打掉一切 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挫败一切 外部势力干涉